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你负担到一定程度 你这个肛脏承受不了的时候 肛脏就会生病 那比如说就由于肉所引起的 那个叫什么呢 那肉是营养 是吧 但你营养太多 你这个肛脏承受不了了 又运不出去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脂肪肝 脂肪肝 那酒呢 肛脏在代谢这个酒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超过了肛脏的承受能力 它也会造成脂肪肝 也会造成肛炎 那对于药它也是一样的 因为刚刚说了解毒都在肛脏里头 代谢也在肛脏里头 排谢也在肛脏里头 如果有一些药物啊 本身对肛脏它就有炎症 有萨死肛细胞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对肛脏造成损害 那就叫药物性肝炎 那咱们的简称呢 这个就叫脂肪肝 对吧 由它引起的就叫酒精肝 那这个引起的就叫药物肝 药受到脂肪肝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为我们现在身边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您知道这个脂肪肝啊 咱们这个肝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吗 来 咱们看第一个问题 以下关于脂肪肝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是肝的表面呢 是包了一层油 还是肝脏的细胞变成了脂肪细胞 还是瘦人并不会得脂肪肝 来 请现场100位观众表达意见 C是最正确的 为什么呢 我周围好多朋友 跟我都差不多年纪 但是 胖的跟我一样胖的 或者比我胖的 它都有轻度或中度的脂肪肝 但是比我瘦的 它都没有脂肪肝 那我们看看100位观众的看法 超过一半的观众认为是这个肝的表面发生了变化 它有一层油了啊 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呢 是这个脂肪肝光找胖子 不找瘦子 那好 我们看看专家告诉您 关于脂肪肝正确的描述是 是肝脏细胞变成了脂肪细胞 我们正常的肝细胞 如果它在代谢脂的过程当中 不能把这个脂转出去 这个细胞就变成脂肪细胞 那同样都是这么多细胞 如果是说你脂肪细胞越多 也就是说你剩下的肝细胞就越少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上 你这个肝功能可能就会受到损伤 会受到影响 所以脂肪肝脂肪肝 既不是说肝脏里头包一层油 也不是说瘦子不会得 因为有的瘦子它也会得 我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 就很多人就阴阳不良性脂肪肝 阴阳不良它都是瘦子 那么我们那个肝细胞 要发挥这些功能的时候 它必须依靠肝细胞里头 有很多的酶类 那酶类都是蛋白质 你说我都挺 啥都没有 营养不良 这些酶的活性就变差 变差了以后 它同样是脂肪细胞 它也出不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受人它也会得脂肪肝 所以更多这个答案的正确的答案是指 脂肪肝是指我们的肝细胞 已经变成了脂肪细胞了 你看这个右边那个脂肪肝一个一个泡 静子一样的是吧 那么前头那个是正常的 那么你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一个一个泡一样的东西 它就已经变成脂肪细胞了 那这些没有变成泡的呢 可能就还是肝细胞 那你要发挥功能 这些脂肪细胞 是它不能发挥肝肝的功能的 就是我现在已经有这新推的脂肪肝 那有的话之后它后果会怎么样 如果是脂肪肝它有两种情况 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是脂肪细胞太多了 也就是剩下的正常肝细胞太少了 那么你的功能就会变差 功能会变差 这是一个 那你脂肪肝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不仅仅是变成脂肪细胞 它还会在脂肪的代谢过程当中 它会造成肝脏的炎症 又叫脂肪肝肝炎 那个时候它就会成脂肪肝会走向脂肪肝肝炎 再走向肝硬化 这个说明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啊 就是第一个你看 它稍微带有点黄色是吧 那么脂肪细胞多了 它的颜色就变浅了 那么你再发展下去 你看到左下角 它已经鼓起一个一个包来了 那这个已经可能都是有肝硬化了 我以前一直以为说 什么肝硬化就是肝稍微硬一点而已 对吧 但真没想到肝硬化的时候 肝脏原来就是咯咯哒哒的 而且那个形状完全发生改变 那这个时候恐怕功能也没有了吧 它功能就很差了 我挺担心的 因为知道脂肪肝就是什么 你的声都差了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有大专家全微专家在里面 我也是什么呢 我也是两年前检查出来有轻微的脂肪肝 因为但之前 就是在两年前就没检查之前 我没有任何征兆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要去诊断脂肪肝 不是靠自己觉得怎么样 大家千万记住 在这里说一下我们的肝脏的代仗能力啊 如果一个正常的肝脏 就没有脂肪肝 没有肝炎 也没有肝硬化 你可能切掉一半 还有一半 就够用了 甚至你切掉百分 三分之二 剩下那百分之三十都是够用的 所以是肝的一种特性 对对对对对 就是它就是它代仗能力太强了 就是一个皇帝一样的 他不觉得没钱花 等到他真是觉得他没钱花 这个国家就快完蛋了 那咱们怎么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肝脏 到底是停留在初期阶段呢 还说已经病变到 一个中期的严重的阶段了呀 那这个应当是这样说 脂肪肝本身就有轻中重 这指脂肪细胞的多少 来评价它轻中重 但是有没有肝炎呢 那就要根据它这个肝功能来看它 B超只能发现这个脂肪肝有没有 它发现不了脂肪肝肝炎 那就还是要B超和这个抽血 结合在一起来看 对对对对 看我们的脂肪肝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咱们也知道啊 平常做检查的时候 医生可能通常会说 你现在这个脂肪肝是到了轻度了 中度了或者是重度了 那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 咱们应该赶紧的去干预呢 看下一个问题 那以下哪一个阶段的脂肪肝是需要干预治疗呢 轻度 中度 还是重度 好 一百位现场观众请表达意见 可诚你发现脂肪肝已经多长时间了呀 有两年了 相信 那你这两年有没有管过它呀 也没有管过 也不打针也不吃药的 我爸爸他就是脂肪肝 应该是中度 中度了 对 中度 然后就把酒给借了 就从那以后就 就是想喝也不能喝了 就得板着 我们看看一百位观众对于脂肪肝会怎么看啊 接近一半的观众认为是 到了中度的时候 咱们得赶紧干预治疗了 那好 那到底脂肪肝啊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 刚才也提到了 会逐渐的改变的什么样的时候 咱们就应该提高警惕 抓紧治疗的呢 稍微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告诉你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生活越来越好 脂肪肝越来越多 如何才能拯救我们不堪重负的肝脏 健康之路 全方位梳理肝脏疾病的来龙去脉 帮您一起保卫肝脏 今晚节时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咱们现在可以在体检的过程当中 发现很多人都有脂肪肝的问题 轻重重 各不相同 到什么阶段需要治疗呢 答案是 轻度的时候 就要开始治疗了 你看我觉得以可成为代表了很多人 都不把这轻度脂肪肝当回事儿的 这为什么从轻度就得开始治啊 我们治任何一种疾病 是不要使它变重 是吧 你不是说变重了才去治 那是不对的 因为你是等它变重了才去治 第一你难度大 第二可能你那时候就回不去了 第三个呢 可能你就危机自己的生命了 所以呢 你说是说哪些需要干预啊 就是我们任何的疾病都是呢 越早干预它 那么它可能发展的就越慢 那我怎么治疗啊 这个干预啊 不是说打针吃药就叫干预 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们脂肪钢的发生进展 有很多因素有关 比如说 以你的饮食习惯 你为什么白块肥肉的呢 就是你吃的又油又腻 是吧 而且吃的量还挺多 吃完了还躺下 躺着睡一觉很舒服 那你就进展的快了 那么你要干预它 不让它发展 你可能比如说 我减少主食 少吃油腻 而且要增加运动量 使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热能的平衡 就是说你吃多少 我能消耗到多少 这样它可能就不往前进展了 这真的是要控制饮食是吗 对对对 那如果控制饮食的话 那个有效率能多高啊 就是真的一下子能从这个清除脂肪肝 然后就回到正常吗 脂肪细胞它也会被消耗掉 那如果是说你心长的肝细胞 它不脂肪变 这个脂肪细胞慢慢消耗掉 是不是你的脂肪细胞就越来越少了 第一条就是要控制饮食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什么办法 也能够有效的干预治疗这个轻度的脂肪肝 增加运动 增加运动 你吃多少消耗多少 我今天吃了多少 我今天一定要通过运动把它消耗掉 它是要有个平衡的 那如果是说你吃的多消耗的少 它到哪地方去了 它有的是沉积在肝脏里头 它就出不去了 你用不了它 它就呆在那 你看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脂肪肝就会发展越来越多 如果你吃二两 我消耗二两 其实就没增加 是吧 好多都是这样 那你说轻动的时候 用吃点药什么的吗 治疗一下 一般我们是没有肝炎的话 一般都不主张去治疗 就通过控制饮食增加运动 有肝炎的时候是要控制炎症的 那到了中度和重度的时候 用吃药治疗吗 如果有脂肪肝肝炎 可能得去治疗 还是同样的道理 得到了肝炎的程度才是 对对对对对 如果没到了肝炎呢 只是很单纯的轻度 或者是中度重度的脂肪肝 那可能一般都不去治疗它 主要是增加运动 增加控制饮食 到底是 就是说这个脂肪肝 到底是什么人群里边才有脂肪肝 就是说胖人里边有 还是瘦人里边有 还是什么工作人 就是同事什么职业 或者什么工作人 那是说在通常情况下 胖的人多 那么你看这个 这是前几年上海的那个 一个专家做的调查 你看啊 他是调查了四川十个寺庙的河上 你看他脂肪肝的概率只有0.27%呢 就是吃素的 咱们说河上是吃素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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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看大气油田 因为油田好像的生活水平都比较高 是吧 他的钱比较多 但是他们是工人 他要干活 你看他就5.15% 那么上海市民高校的老师 高校的老师肯定不用油田的工人干活 怎么累 应用的这么多 你看他就8.8 你一到后面这个 这个机关能源 你运动的就更少了 到2001年深圳的企事业单位 你看也检查20%多 这就能体现在什么 你的饮食和运动的量 你脂肪肝发生的关系 那刚才咱们说的呢 是由于这个脂肪摄入过多了 所引起的肝脏的反应变化 也提供了一些方法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了 酒 咱们中国可是一个酒文化 非常深厚的一个国家 那为什么很多人喝了酒之后 会给肝脏带来很严重的损伤呢 我们让何博士介绍给您 好 有请作家 好的 小鸡 这个酒精啊 为什么会对肝脏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那还要从这个酒精在人体当中的代谢 哎 说起 当人体饮下酒之后啊 哎 饮下酒之后 那么 极少量的部分啊 它在口腔还有食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被吸收 少量的呢 是在胃当中吸收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酒精啊 又叫做乙醇 那当乙醇被人体吸收之后呢 它要经过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代谢的过程 那么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啊 极少量的部分呢 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 会通过人体的呼吸 以及汗液啊 直接排出体外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闻到 嗯 这个人好像喝酒了 能够闻到一股酒味 而大量的这个乙醇呢 它是由我们的肝脏来进行代谢的 那么这个代谢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首先 它要在一个酶的作用下 哎 就是乙醇脱青霉 酒精在乙醇脱青霉的作用下 变成乙醇 那么乙醇呢 哎大家都知道 它是具有致癌性的 那么当乙醇变成乙醇之后呢 还没有完啊 它还要经过乙醇脱青霉的作用 最后变成乙酸 那乙酸呢 哎大家都知道了 它其实呢 就是醋酸 这个乙酸对人体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害处 最后乙酸还在其他酶的作用下 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啊 那么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走 那么水分呢 通过汗液通过尿液就排出体外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如果我们长期的大量的饮用这个酒 那么它的中间产物啊 这个乙醇就会上升 另外啊 有一些人 他可能缺乏乙醇脱青霉 这个霉它缺乏了 所以呢 变成乙酸的这个过程呢 就会特别的慢 因此呢 它积攒的乙醇这个成分就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乙醇啊 如果在肝脏当中积累的这个数量 特别多 它可以直接导致肝癌的发生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告诉大家的 酒精的代谢和肝脏损害之间的关系了 所以要告诉大家 饮酒一定要吃掉 好 谢谢何佳博士啊 给我们介绍了酒精和肝脏损伤的关系 但是咱们也知道呢 酒精啊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比如说很多人呢 喝完之后会觉得放松 尤其是在这个社交应酬的场合当中呢 酒啊也可能会增进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啊 所以啊这个酒究竟怎么喝 才能够减少肝脏的损伤 那怎么样的一个喝法就会引起肝脏的严重损害呢 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那以下哪一种饮酒的习惯是最伤肝的 每天大量饮酒 还是经常空腹饮酒 还是偶尔饮酒的量大 好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空腹的喝酒 我也喝过 也没啥事 然后那个 所以说偶尔喝酒量大 关键是它有个酒量 喝酒量大呀 这一次 一年到头不喝酒了 突然过年了高兴了 咔咔两瓶 两瓶 我头下肚子了 肯定 这急性肝炎 不太同意 我觉得每天大量饮酒 还是挺伤肝的 因为有句老话嘛 运动三十分一日之寒 咱们来看看100个观众的看法 接近一半的观众认为是每天大量饮酒 是有伤害性的 还有接近一半的观众认为是经常空腹饮酒 这个伤害也非常的大 那好 到底是哪一种饮酒的习惯 我们应该赶紧避免呢 来看看专家推荐的事 每天大量饮酒 三肝的程度有一种 时间很长也是一样 就像我们吊钱一样的 你说我吊了100块 一下吊100块 你觉得吊钱挺多的是吧 你说我一天吊五毛 吊上去两年 这钱比这个还多的 它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还是每天大量饮酒 对肝脏的损伤是最大的 刚刚有很多选这个经常空腹饮酒 空腹只是使它 空腹饮酒的时候吸收的快 吸收的快 那么这是空腹 还有偶尔大量饮酒 但是你要真是大到一定程度也有不得了的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 完了过节 我们老师说 哎呀我们科里面加个仓吧 完了以后就说 那喝酒 喝尖庄 结果这些护士骗我 他们用白产水 我就是喝尖庄 喝了以后就真是醉了 躺了一天 就是打点滴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上 它就是量一次太大了 所以不是啊 我们我们现在中国的酒文化 就是感情声一口闷是吧 铁不铁喝手铁 这是不对的 何况你还每天大量饮酒 这个应当是 因为你是酒精钢到钢银化 它都要一个时间 你时间越长 它可能发展就 离钢银化就越近 那提到这个大量 那每天喝多少量比较合适 也就是说 对于肝脏的这种损伤性 相对要较小一点 相对较小 可能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性点 这个推荐出去 待会说是系统人说的 女同志喝一两 对肝脏的损害 可能和男同志喝三两 是一样的 就是女同志对这个酒精的敏感性 要高 要高 这是一个 第二个有人去研究 什么样的人 会走向酒精性钢银化呢 说二两五年 你看它是两个概念 第一二两 还要五年 它这个说明量和时间 对于肝脏疾病发展的这种程度 当时不是说 你说系统人说我喝一两会吗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每个人对这个酒精的耐受性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 不能明确的说 你喝二氧没问题 我喝半斤也没问题 因为我们经常收到这样的病人 大夫 我觉得喝酒挺好 你看我喝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还没肝胰化呢 因为你要到肝胰化就晚了 你任何的东西 包括病毒性肝炎 包括酒精性肝炎 包括脂肪肝肝炎 你一到肝胰化就已经是晚了 你不能说晚了以后 你才发现自己有问题 不喝了 那是不畅道的 就是您刚才说二两三两嘛 那这二两三两指的是什么酒 白酒皮的红的还是圆浆酒 它这个二两是指 我们那个酒精的度数的那种 比如说这个是白酒 一般白酒的度数都比较高 我看个最低的好像38度的 最高的还有70度的呢 它差很大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说多少多少两啊 你得根据它这个酒精的度数 酒精的度数 这是白酒 你看这么点啊 这是黄酒 因为它酒精的含量要比白酒要低 所以它量就多一些 可能它的酒精含量比它还少呢 这个呢是红酒 红酒一般就是什么12度啊 11度的多 也就是说 可能你这么点白酒 就抵这么多红酒 那么这是啤酒 啤酒我们都知道 这一般是什么3.4度是吧 但是里头还有个度数 人家说酒精含量3.4% 还有个度数 说11度或者12度 大家啤酒啊 别弄混了 啤酒的这种度数是指糖分 除了酒精度还有个糖分 白酒是没有糖分的 是吧 钢红也没有糖分 假如说 蟹豆腐 听说你挺会喝酒 你把白酒和啤酒一块对着 大家都知道 就很快就喝醉了 是吧 对啊 为什么会喝醉 里头的糖分这些东西 会促进你这个吸收 哦 你促进吸收就意味着 你在很短的时间内 这些乙醇都到你血液里头去了 就是相当于糖分是一个催化剂 是吧 就是促进它吸收 所以一块喝容易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度数的问题 你这个饮酒的方式 你混着喝 还是喝当醉的 你会喝酒的人就说 我只喝白的 我不喝红的 我不喝蜜的 有些人就说 我只喝啤酒 我不喝 不喝这个白酒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两个窗子一块喝 它在短期内 可能就把这些酒精 就吸收进去 如果你是空腹 我们肠子里头 所有的这些 胃里头 所有的这些吸收的细胞 都面对着这个酒 是吧 那当然就吸收快了 那如果是说 你不空腹 比如说 我喝酒之前 很多人都有经验 我吃点东西 吃些菜 尤其是吃几块这个肉 完了两个 起两个作用 第一呢 这个酒啊 和这个肉混的一块 它不容易下肠子 它吸收是在肠子里的呢 它不容易下去 即使下去了 它也是和那个肉混的一块 不容易吸收 不容易吸收 那么在这个过程上 就会延缓酒精的吸收 你延缓酒精吸收 就意味着 你不会在短期之内 大量的酒精 都全部吸收到血液里头 那么我们知道 肠子里头 肠子的血 第一次就是经过肛脏 它经过肛脏 才能到的 别爆到我们这个 什么心脏啊 脑啊 肺啊 它第一个是肛脏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吃些东西 再去喝酒 可能就要好一些 只能说好一些 当然筋不做大 我吃一块肥肉 我喝五杯酒行不行 那它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咱们看看观众 对于这个肝脏代谢和酒精 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没有疑问 来 34号的叔叔 我年轻的时候 老婆七八娘是经常的 但您做过肝脏的检查吗 做过肝脏的检查 说这个肝脏啊 没有什么毛病 是不是酒量大 然后肝脏代谢能力就比较强 就不容易发生损害啊 你刚刚不是摆了一大堆这个牌子吗 每一个人代谢酒精的煤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以年龄有关系 因为我们任何的人随着年龄的增大 它的细胞的功能 气光它是要老化的 那么你还是按照年轻的时候去喝这么多酒 可能对一个老年来说 你的煤的活力都不行了 煤的活力不行 你还喝年轻的时候一样的酒 那很想到对于老年来说 它损盘就更大 对于年轻人来说 它的煤的功能好一些 它可能损盘就要小一些 所以你遗传 以你喝酒的习惯 还以你这个年龄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千万别以那个酒量特别高 当作一种炫耀 这毕竟您喝酒喝的量大 同样也是在增加肝脏的代谢的能力 对吧 我们平时可能普通人代谢一两 每天代谢完之后肝脏就休息了 那您这天天得代谢七八两 那工作量多大呀 对吧 你总让人加班超负喝 这哪成啊 来呢 34号的时候 看您有什么问题 我呢 我不但喜欢喝酒 但是一喝酒呢 都脸红 是不是已经选上了肝脏了 乙泉经过脱青以后变成乙泉 乙泉 它是会扩张血管的 那你下面不还要把它代谢掉吗 如果你下面代谢的煤 比如说 这个啊 这是酒 这是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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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的嘛 这是啤酒 是乙酸 听懂吗 如果你这个煤很厉害 转的它就多 是吧 太多了 但你这个煤不行 它这个红的就更多 是不是 那么 有一些人一喝酒就脸红 是因为这两个煤不配套 这个对肝脏的损伤是最大的 所以 如果是说 他们说脸红的人能喝 是这样说的啊 其实脸红的人更容易伤肝 就相当于脸红的这些朋友 他代谢酒精的能力相对较差 他才会体现为脸红 对吧 对对对对 因为这些人应该是更不能喝 或者是喝完之后 对肝脏的损伤更大的 对肝脏的损伤更大的 那最好呢 还是把这个酒戒掉了 无论是在这个社交场合 还是在咱们家庭当中 最好还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增进 我们朋友和家人之间的情感 而少用这个酒 那好 那说完这两个之外 咱们拍脸来看一看 第三一点 咱们也提到 如果这个药吃的不对 或者是吃多了的话呢 会给我们的肝脏带来一种叫 药物性肝炎的问题 对吧 我们的很多药都要经过肝脏去代谢的 那么在这个药进入肝细胞的时候 有一些对肝脏就会损害 还有一些在肝脏代谢这个药的时候 它的产物会损害肝脏 所以整过这两条可能就会造成 药物性肝炎 那好那咱们看看 也有很多人呢 现在有一些慢性病也在长期的服药 那服用什么样的药 或者是哪一类的人群在服药的时候 就容易发生药物性的肝损伤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服用哪一类药物的人士更要关注 药物性肝炎 结合病病人 还是糖尿病病人 还是头痛病的病人呢 来请现场100个观众表达意见 好像吃完药哪都得留意 特别是肝脏的好像是需要留意 因为糖尿病 它本身这糖尿病 它吃糖多 你想这肝肯定也不好 药就是经常吃药 对 经常吃药 吃药的过程当中肯定会伤害到这个肝 我觉得头痛的病人 咱们经常会有一些疼痛 对 会吃一些止痛药 我觉得如果止痛药都会引起药物性肝炎的话 那我们会产生多大的一个危机 所以我想会不会是说一种比较不常见的病 然后这样的用药会产生药物性肝炎的这样一个后果 所以会不会是结合 那好 我们看看100位观众的看法 超过一半的观众认为是糖尿病病人 也有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是头痛病病人 长期吃止痛药 会引起药物性肝损伤 那么稍微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告诉您 我们在吃哪些药物的时候 应该格外警惕肝脏的变化 无限级提示您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这次排的健康之路节目 我们来给大家提个醒 长期吃什么样的药物 或者什么病人容易得药干 来 看看答案是 是结合病的病人 有人去对这个调查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调查100个药物性肝炎 结果有64个人是看结合的 有64个人 看肿瘤的13% 你看减了症痛药 就是说我们说的吃多了 能达到14% 技术 比如说我们还有吃病疫药的 很多人吃病疫药 也会导致这个 所以不同的药物 它的比例是 比例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在吃这些药的时候 可能应当按照这个 药物性肝炎发生的概率 来评价它 来评价它 比如说我吃这个药 会不会得肝炎 比如说我吃解核 你100个人有46个人得的 所以我要吃解核的药的话 我就可能更加的小心 是吧 更加的小心 这个是各种药物名气来的这个 我想问一下专家 那就是说 你看着这些药 抗生素啊 什么贴合啊 多少 都有点像西药似的 那中药会不会好一些呢 中药啊 应当是怎么说呢 中药也有一些药会引起 很明确的会引起说 药物性肝炎 比如说我们中药里头 单位药比如说核手污 你要上网去查一下 这些药物性肝炎 很多都是核手污 还有 是核手污所引起的 对对对 雷根藤 雷根藤就是治关节炎的那个 这也是很常见的 还有治这个什么 苦炼子 它也是中药 它也是会引起的 不是说中药就不会 中药也会 但是中药引起来的 以什么有关系呢 更多的以什么有关系呢 以个人的体质有关系 就是说可能A人去吃一点问题没有 B也没有 C可能就会有了 因为它的体质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在某种程度上 这几个例子就是有点像过敏的那种 过敏不是说每个人吃螃蟹都过敏 是不是 但是有的人就是吃螃蟹过敏 道理是一样的 是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常识是有认知的 然后药物性肝炎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发生 只是说有一些药物发生的概率要高 有一些药物发生的概率要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药物性肝炎 是指在常规的剂量 就是按这个说明书 词的剂量 以这两个有关系 但是比如说谢主任我不常规 会是怎么样 不常规任何一个药物可能超过了它的肛脏的代谢能力 它都是可以引起肝炎甚至是引起爆发性肝炎 我看过一个病人就这样 比如自头疼啊 自发烧的啊 我看过一个小姑娘说 我说你这个肝炎以前感冒了吗 她说感冒了 一个礼拜之前感冒了 天天发烧 天天发烧 完了吃两片把烧退下去了 过一会他就烧起来 烧起来又再吃 吃完以后又退下去了又再烧 结果他按照这个说明书啊 他一个人最多不能吃四片一天 结果他每天吃八片 连续吃了三天 这个人爆发性肝炎 或者这个人就没救活了 就是说虽然按照常规剂量它发生少 但是你吃的太多了 他可能就把肛脏闹坏了 因为已经超过了我们肛脏的承受能力 超过肛脏的承受能力 所以在这个过程呢 这是成另外一个意义来说 但是我们吃药很多都是按说明书吃 是吧 为什么要告诉你按说明或者是听医嘱 就是按大夫的医嘱去吃呢 就是为了防止他这个吃药方式不大 就是你吃多了 所导致的药 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那种情况 还是属于这个极少数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 一般的人就是按说明书 他吃八片那很显了 多数就是有慢性病的 尤其是身上有多种慢性病的 可能一天要吃很多种不同的药 那专家就是 那像您这么说得了病 他说我们得了病就得吃药 不吃药也不舒服 那怎么样把这个损失 我们就比方说得肝炎是对肝的损害 所以说我就要吃喝手 我长头发 那怎么办 先说解核的吧 不要说长头发 你说大夫我有乙肝 人家大夫就会问你 你这个乙肝现在肝功能有没有肝炎 你的乙肝的肝炎控制了没有 如果说我没控制 那那个大夫就会告诉你 你好好的先控制完你这个乙肝的肝炎以后 人家才好去跟你开这个抗解核的药 因为你乙肝本身就把这个肝功能损耗到一定程度 你再吃一个药 他就负担不了这个药所导致的肝损害 那有好多是这样的人 包括化疗的也是 如果你说你原来的肝脏就有毛病的话 他开这个药的时候 他就会想你能用多少量 能不能用这味药 如果你用下去以后你得肝炎了 你看 你都不常吃 不是你为了治这个病 把另外一个病闹出来了 或者是治另外一个病更加重 所以作为病人来说 病人来说他一般就要注意 说大夫我有啥啥啥病 我以前吃过啥啥啥药是不行的 你别给我开 这是成病人自己 那么按照大夫他也应该会告诉你 就是说你以前有啥病啊 你以前吃过这个药吗 你吃完这个药以后有啥问题 这大夫也会问 就是细心的大夫是肯定是会问的 那如果说就是有些人会长期吃 刚才我们屏幕上出现 有可能会引起肝损伤的药物 那是不是要定期的去看看 咱们这个肝到底是不是发生了一些病 那就叫 因为你吃了一个有可能会省伤肝脏的药 你是一定要去检查的 有没有省伤肝脏 没有可能你接着再吃 没有省伤 因为刚刚说的不是每个人都省伤 如果是有他就要平胖 你这个严重不严重 如果是严重 你可能你这个药就要必须停掉它 如果说不太严重 我用一些保肝的药能控制住这个盐 这种情况 可能人家大夫就告诉你 你一边控制肝炎 你一边来用这些对肝脏有损伤的药 为什么 那你这个系统力 你不是矛盾的吗 你知道它对肝脏有损伤 你还叫我吃 那我翻过来说 你说你是肿油 肿油对你造成损害 厉害还是药物性肝炎 那叫平胖 谁厉害了 就得先解决主要毛病 对对对 有的时候你就不得已 得用一些 可能会对肝脏带来损害 对对对 来治疗那个主要的疾病 对对对对 那就没办法 还得定期待监测肝工 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 您知道化疗药 有很多化疗药 会引起肝脏损害 但是它必须用 因为限制它受命的是肿瘤 限制它受命的是肿瘤 是吧 只是说可能是你吃上这个药 已经危及生命了 那没办法 因为你还得顾这头呢 最后还是请谢教授 给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习到的健康较别 对于脂肪肝就是少吃多动 把吃的东西能量度消耗 对于喝酒来说 尽量少喝 不要酗酒 那么对于药物性肝炎 那不是说 吃的药越多越好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减肥的药 很多减肥的药是造成药物性肝炎 药物性肝炎在意自己别乱吃药 好 那么今天咱们还是提到的 如果要是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 那很有可能会长期以来 会对我们的肝脏带来损伤 但是如果这种肝损伤 继续往下发展的话 恐怕就有可能会发生一种 我们听起来都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 肝癌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预防和治疗肝癌呢 希望您能够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 好 再一次的感谢谢教授 也感谢我们现场100位观众 还有两位嘉宾 到健康之路过健康生活 明天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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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